请翻开经文35页 因为我这次想把所有的经文给圆满 所以请各位专心听看35页 物一陷入一切禅定 昨天说过地藏菩萨禅定甚深 请看经文35页第二行 圣男子如是如来 与诸菩萨摩赫萨众及大声闻 就是释迦摩尼佛对着地藏菩萨 以及所有的无量与会大众 赞叹地藏菩萨说 所有的诸佛菩萨跟大声闻众 都应该要利益一切的众生 可是在利益众生是对的 就像我们发愿你皈依的时候 要皈依三宝 然后接下来师父可能会要你善巧方便的 要你合掌发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各位都很熟 可是发了愿呢 出了门口就跟人家吵架了 所以要度众生并不容易 注意丁 度众生这个愿是对的 你要发愿度近虚空 骗法界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可是在度众生当中呢 你先应该先度自己 调伏自己 我们要度众生 但不要急着去拉众生 度众生这个愿 本身就是对的 因为它是四红誓愿 所以在皈依的时候 有些法师会很慈悲地 也要你发四红誓愿 让你将来种 未来受菩萨界的因 这是对的 可是在六度波罗蜜里面 你要努力 跟要学习的很多 从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接下来 第一个 你要度别人之前 你要有甚深的禅定力 再讲白一点 你的心不受外境影响 你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就是这里讲 物一陷入一切 现进入一切甚深的禅定 我昨天讲过 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连在有佛跟无佛的世界 都能度众生 因为它正到华言的无量三昧 各式各样的大乘三昧 它通通都通达 所以地藏菩萨的禅定力是很深的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若我们的心很乱 你帮助别人 老实说也不是不好 只是节节善缘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烦恼来了 你可能比别人脾气还大 你可能比别人还计较 你比别人还更会贪嗔吃慢疑 烦恼更多 所以这是不容易的 可见禅定 跟你诵经一样 每天都要练习的 有些人他过去世就修禅修 所以他今生一听到佛法 他一打坐 他心真的很宁静就能入定 有些人呢 做打坐的时候呢 就一直动 一直动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那动得很高 那你坐不住 师父给你建议 把腿放下来 在佛堂或公园的地方 你就经行三圈 五圈 六圈 或七圈 经行的时候 拿念珠念谁 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这样很虔诚地念 你才不会空过生命 然后念完三圈 或五圈以后 你再回来 再静坐一下 你的心就会宁静一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接下来请看经文 安置一切 兼顾圣教防守之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度众生 最近我在会课里面 很多的联友都会口口跟我说 师父你看基督教怎么样 很有组织 很有组织 你看基督教很发心 有很多很多的人才 你看基督教呢 又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当然呢 因为基督教是人天称法 人天称法很容易啊 只要呢 你来上帝里面呢 唱哈雷路亚哦 唱大声一点就很好 接下来呢 随喜功德做一些布施 对不对 然后参加做教会 可是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师父没有批评其他宗教的意思 我只是想跟你说 其他的宗教都在六道轮回里 就算你升到天上当大奔天王 你还是没有出轮回的 所以其他宗教的优点 我们可以学习 但是并不意味我们要放弃 我们佛法的根本 佛法的根本是什么 解定会 你在这里好好打坐 别人会觉得 哎呀魏塞节你可能没有去帮忙 那就让他随便怎么想 当然我不是说魏塞节不要发心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知道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 魏塞节是很大的节庆 在我们台湾还好 so far so good 为什么 我们每个礼拜都上课啊 每个礼拜都共修啊 初一十五菩萨圣诞六灾日十灾日 已经很多活动了 不用搞一个更大的活动吧 现在的众生认为什么叫佛法新生 庙要改变很大 信徒很多 会员很多 然后呢活动很多 答案不是这样的 这是人天善法 当然你愿意做这个 师父也随喜 但是你忽略了 你发现你做的越多 脾气越大 忙得越多 贪心越重 对不对 你并没有调伏你真正的心啊 这个不是佛法的根本 调伏真正的心 才是佛法 要你出六道轮回的地方 所以各位 我还是苦口不服心的说 各位假如你对佛法 多深入一点 多清净一点善知识 多精进的静坐 多精进的读很多的经论 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的 所以其他宗教的优点 我们可以学习 但不犯不着 我们佛教一定要办嘉年华会 这个才叫佛法很兴盛 我不认为 举个例子 佛在世的时候 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会不太高兴 佛在世的时候 没有打佛期 也没有打禅期 也没有办这么多的活动 可是佛在世的时候 每个圣弟子都证阿罗汉果 或是大菩萨 他们做什么 你去看阿含经 你看大乘的经论 佛弟子每天做什么 听佛说法 中午出家中去脱波 回来以后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圣弟子 阿南尊者 舍利佛尊者 穆坚连尊者 重新复讲 佛陀所讲的佛法 然后晚上 他们过午不时 也不脱波 所以晚上 大家在竹林金色 或恒河两岸 都做什么 都静坐 所以晚上 他们金色不开灯的 为什么 全部呢 头上都是放金色的光芒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真话 什么要让佛法兴盛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你发了菩提心 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都很好 但是要修持与证悟 你才会让佛法兴盛 不是说拉很多人 佛法会兴盛 拉了越多人 是非越多 党派越多 斗争越多 为什么 因为大家 谁都不服谁 大家并没有真正谈在法上 所以想法有很大的出入 我只能点到为止 接下来请看经文 请看幻灯片 我有用不同的颜色 把它变提醒你重点 所以你要让佛法兼顾圣教 而且防守得很好 古文常常讲 打下天山很容易 中国历代改朝幻代 都是很多的战争杀身 对不对 可是呢 建立王朝是很容易 可是守城很难 你要防守 接下来第一个 你的心也很宁静 请看经文 即便显现进入最初的净律 净律就是禅定的意思 净律 所谓的禅定波罗蜜 有很多意思 其中翻成一个心净律 就是很宁静 思虑非常的清楚 佛陀在没有出家之前 他也参访过外道 佛陀也学过印度 波罗门教圣生的各种禅定 所以他下面讲 乃至于现进入第四的禅定 最初的净律 也可以叫最近的初禅 乃至于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第四禅 这里净律是指第四禅 乃至于进入了无边虚空出定 虚空处定 乃至于广说进入陷入 非想非非想处定 如是乃至陷入一切佛所行的大定 好 这里就讲到 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各位有空可以读中国智者大师的 四禅波罗蜜 跟摩合指观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我在这里就没办法讲 乃至于非想非非想注定 好 我讲一个故事 佛陀曾经说过 有一次 有一个外道 他修禅定 非常非常的深 就进入最高的 非想非非想注定 也就是说我们从人间 一直往天上 二十八成天一直数 数到最高的 已经没有形象了 他只有念头 而且他全身都放金光的 然后他修禅定 他一定可以入八万四千节 然后可是 有一次他在打坐的时候 对不对 佛陀也在打坐 然后这时候他得度的因缘到了 圣弟子有大神通 也修持非好的 阿罗汉圣弟子就问佛陀说 佛陀请问现在这个众生 他修到非想非非想注定 请问他来生投胎会做哪里呢 他说他会跺到地狱里面 他们就吓了一跳 他说为什么 他说难道佛陀 他修的禅定力这么深呢 已经得到呢 欲界他都不动心 色界他没有形象 他现在只剩下光 而且只有念头 那照到底他功夫应该很好咯 佛陀就解释 他这个人虽然修禅定 但他没有什么智慧 他常常称心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打坐的时候 喜欢在水边 水边 大家知道森林里面 树林里面都有猴子 知道吗 每一次打坐 你知道猴子都会 鸡咬干嘛 对不对 鸡咬鸡咬鸡咬 所以在树林里面 喉咙就会 猴子就会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他喜欢在水边打坐 听水的声音 然后呢 每一次猴子来的 他讲 这些猴子 我出定非要把他杀死不可 他就起了这念头 然后这呢 他就放光一下 那些猴子就跑掉了 因为他也有部分的神通 可是呢 他常常这样 但他不自觉 然后他就继续入定 入定过了两三天呢 当森林里面的猴子 看到水果成熟了 猴爸爸 猴妈妈 猴小孩就 又来采猴子了 这时候他想 你们又来朝我打坐 吵死了 我要是出定的话 一定全部把你们杀光 因为他常常动这个恶念 所以他不自觉 所以等到八万四千节 他的禅定力一失的时候 他定入在 堕入在地狱恶鬼畜生 万岁万岁 万万岁受苦 所以佛说禅定 并不能让你得到解脱 当然这是指外道的禅定 可是佛陀在六度波罗里里面 讲禅定是很重要的 我这几年来新加坡 蒋经红法 也会带你们一点禅修 将来有姻缘 再教各位呢 一日从早九点到晚上九点 中午不可以睡午觉的 对 我会操练你们 十二个小时 诵经打坐金行 而且开示 这个将来我有姻缘的话 我会做 所以你必须练习 所以禅定要加上 般若波罗蜜 才能够得到解脱 但定本身是很重要 所以从佛陀讲这个 外道这个禅定故事里 可以知道 定并不一定得解脱 但是假如你定当中 你能调伏你的心 那就很好 因为从定当中 才在升起波罗蜜 否则就像刚才这个故事 八万四千节 他福报结束的时候 他定然是跺到地狱 恶鬼畜生 后来佛陀就讲 善男子善女人 诸我比丘啊 真正呢 咱做的时候 要去调伏你的心 而不是只是表面上 装着你修很好 而你要能调伏你的心 调伏你的心 你才可能断烦恼的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物二 横距师无畏 请看三十五月第六行 地藏菩萨入定 入定做什么 入定不是懒惰 定的目的是因为可以看到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我再讲一遍 入定的目的是做什么 看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请看经文 无量百千 巨之那由他 天龙夜叉 罗叉 钱达婆 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摩侯罗且人非人等 这个都是指天龙八部 因为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念 揪摩罗舍大是翻译的 所以这个比较熟悉 接下来看 那这些天龙八部 注意听 余诸众生有些天龙八部 对众生常常怀毒恶之心 损害的心意 他没有慈也没有悲 因此因为他常怀毒害之心 没有慈悲心伤害众生 甚至于后世将来来世的苦呢 他因为先还看不到 所以他也不害怕 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 天龙八部 事实上在任何民族 跟任何的众生里面都有 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 在魏晋南北朝以后 才传到中国 那魏晋南北朝以前呢 中国人这块土地上 有没有天龙八部 有 有道家的天龙八部 也有天上的鬼神 然后各种看得到的人 跟非人 那这些当中呢 都是呢 有他过去呢 多生多节复杂的因缘果报 比方说民间 各位你们有听过 中国人最喜欢港式拍的 天龙八部电影 对不对 那个就是很多 我们中国道家的思想 跟中国的文化 还有我们常常民间 会流传的白蛇经 有没有 白蛇经 千年妖经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众生 他也经过千年的修行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听不到佛法 所以一般的众生 都还是很现实的 会以满自己 现实所需求的 所以有些的众生 他是吃肉的 有些众生是喝众生的血 有些是吸众生的精气 所以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粮食 是不同类型的 他为了要活下去 所以他不得已 只好先看眼前的利益 举个例子 在佛门里面 为什么佛要要求大乘 的僧团里面 要早晚出食 理由就是 因为佛在世的时候 龙族啊 常常被大鹏金字鸟吃 大鹏金字鸟是非常大 他有神通 他一飞 他专门抓龙 那龙呢 大龙小龙 都被大鹏金字鸟吃 这时候他们就很害怕 就跑去找佛陀 佛陀有神通力 佛陀就把他的袈裟 剪一块给他 所以神变力 你每一个龙族的人 脖子上都绑一个 释迦牟尼佛的袈裟 佛陀有神通力 一变 那他们变无量无边的袈裟 绑在那边 那龙呢 就有保护的功能 所以大鹏金字鸟 就没办法吃到他 因为呢 大鹏金字鸟一看到他 他只要把绳子绑在那 他们心中一念之后 就隐形了 就飞走了 所以这时候呢 大鹏金字鸟 就非常非常生气 跑去对佛陀 Friendly complain 就像新加坡一样 最喜欢 Friendly complain 那他就说 佛陀你很慈悲 我就是吃肉的 我不吃肉 我怎么活下去呢 佛陀你对其他众生 很慈悲 对不对 龙王啊 那这些呢 龙族你对他好 那你呢 你没有对我们慈悲 你对他慈悲 那我们就饿肚子了 这时候呢 这个大鹏金字鸟就跟佛陀辩论 跟negotiation 就像谈判的 最后佛陀说 好 我也对你慈悲 我命 我命令 我的出家弟子 在凡事接受众生供养的时候 会拿七厘米 有七厘米 然后念咒 然后观想遍满十方 只要我的三宝常住世间 只要有一个出家人在 我有三宝住世在 那大鹏金字鸟 你就不会饿死 后来他说 好 佛陀 Keep your promise 他说会 我会叫圣弟子 所以 在中国的传承里面呢 寺庙就会早晚出食 理由就是这样来的 我不知道南传佛教 有早晚出食吗 藏传佛教没有特别的 藏传佛教只有在Pujia 做火供 会供 说会有特殊的 邪境的时候 他们会做Doma Doma也是一种 出食的意思 意义 所以我讲这个用意是说 有些天龙八部 是有神通的 还有天龙八部呢 有些称心很重 有些慈悲心比较强 所以天龙八部 在佛在世的时候 佛也有功德力 降服他们呢 让他们听经文法 甚至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魔王跟天龙八部 也在听经 那你就说 诶 师父 魔王也听经 对 魔王也有佛性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他是魔王呢 第一个 他心中贪嗔痴的烦恼 没有调腹 第二个 他有很多邪见 邪见就是破坏 佛法的因果报应 破坏很多 告诉你 不要精进善知识 告诉你 不要相信佛法 甚至呢 告诉你呢 不要这么苦的修行 世间是很快乐的 所以魔王就是用 贪嗔痴慢疑 顺着五欲来诱惑你 那魔王本身也有眷属 魔王也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这些众生 在佛在世 不管是善类 或跟恶类 其实他都听过佛讲经 而且天龙八部呢 有些也发愿成为佛教护法 但有些呢 他就静静不讲话 好 接下来再看 地藏菩萨 那地藏菩萨做什么呢 对于这些没有慈悲 然后又很残忍 常常怀毒恶之心 后世当中对后世的苦 不害怕的人呢 地藏菩萨呢 第一个先会满他的愿 第二个会教化他 第三个地藏菩萨 还会用神通力 故意让他吃一点苦 吃到苦头的时候 他才回头作为佛门的弟子 我再讲一遍 这是我补充 我下面要讲 悟三圆满佛形事业 第一 地藏菩萨会先满他的愿 你要跟他结缘 第二个 对不对 会故意教化他 为他说法 第三个呢 他还会让他吃苦 因为地藏菩萨有神通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知道 一个天龙八部来见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呢 也会不舍慈悲心的教化他 所以 你求佛菩萨 不一定一下都会满你的愿 因为让你吃一点苦啊 你才会有感恩跟珍惜 常常有很多联友 常常会来疑惑心来问我 师父 我已经照你的方法 念普现心愿品了 师父 我大悲咒也念了 师父 地藏圣号我也拜了 可是怎么都没动静啊 答案是什么 地藏菩萨在模拟的耐性 为什么 虽然你很用功了 已经三个月或半年 三个月半年在无量节啊 它只是一坛指之间而已 你以为你无量节的业力 好像包红包一样是不是 三五个月 三个月或六个月 贿赂一下 那地藏菩萨就满你愿 没那么快 有时候地藏菩萨 会让你有耐性吃苦 因为那个也是磨你的恶业 好 现在看 物二 横拒失无畏的 失不失无畏的功德 所以看幻灯片 我昨天说 地藏菩萨中间有个摩尼宝珠 看刚才的 它的左手边 我们看到的是右手边 红一大师画的 有个绿色的摩尼宝珠 其实摩尼宝珠是没有颜色的 它可以千变万化 摩尼宝珠就是满自己的心愿 满一切的众生心愿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 摩尼宝珠是非常重要 这是西藏佛教式的摩尼宝珠 代表能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好 所以请你写下来 每一次你到庙里面来拜佛的时候 你有会儿脆脆念 脆脆念 念很多啊 没关系 你就慢慢念吧 讲重点 但最后希望你发愿两个重点 希望我能够满自己的一切心愿 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因为众生的心愿有无量无边 没办法用文字表达 所以它叫做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这是第一个重点 因为你释出世间 总是有很多的祈求 第二个重点是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我再讲一遍 这两个愿请你要发 你来寺庙里 你拜香花灯果煮 可能你今天家人生病了 你就会想 哎呀 师父 我能够为我妈妈做什么 听好 你很孝顺 但是不要只是想一个妈妈 你想一个妈妈 你的心量就像一盏灯这么小 地藏经里讲 功德怎么样呢 跟心量成正比 你要想到 不但你妈妈生病 全世界的妈妈都很辛苦啊 当你的心量扩大的时候 你的功德力就大 所以希望你在求很多愿望的时候 希望我能够满自己一切的心愿 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为什么心愿有过去的 也有现在的 也有未来还没有碰到的 这样子的话就会满你的愿望 第二个 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世间人求世间 可能消灾 免难 健康 长寿 升官 发财 对 你都可以向地藏菩萨祈求 那为什么地藏菩萨会满你的愿呢 因为他希望你对三宝生起 性愿心 因为你对三宝产生性愿心了 你才会愿意去修行 这是真的 举个例子 今天来见我会客 我不要讲名字 对不对 大家都说新加坡没有工作 对不对 有一个脸友来 真的就听师父的话 念了三个月的普贤行愿品 他现在找到非常好工作 所以我听说 现在新加坡很流行 普贤行愿品可以找到好工作 实际上任何一步都可以 只是你对他没有信心 你念地藏菩萨 也能够找到好工作 但是普贤行愿品是 尽忠之王 又短寄送又很好背 所以可以满你的愿 第二个 有一个脸友 不要介意师父说 我不会尊重你 我不会讲名字 他身上也是很多的皮肤病 我第一次见他 已经整整一年了 他的皮肤病 怎么治都治不好 当然也吃中药 可是我就劝他 这是你过去的业 师父不方便说他的隐私 我有单独跟他讲 他造什么业 才会变成这样 各位有看过吗 青蛙或是那个癞蛤蟆 有没有 那个皮肤就像那样 为什么 那是你过去的业 你忘记了 可是我叫他忏悔 然后做医药不失 念普贤行愿品 念观世音菩萨 六字大名咒 他整整念了一年 孩子继续看医生 今天他身体给我看 好了五分之四了 你对佛法要有信心 信心的同时 请写下来 信心还要加上耐性 我这边又不是看算命的 对不对 你以为我来开了药 明天吃了你就好 你要有耐性 因为无量节的业是很复杂的 有时候也会起起伏伏 你用功的时候你觉得很好 过了一阵子呢 可能师父回台湾 你用email给我 师父我业障要现钱了 没有错 每一个人业障都会现钱 我再举例子 多年前两三年前 师父的后面也曾经长一个肿瘤 还好是良性的 那时候我也没有察觉 我痛了两三个月 我不察觉 那我一样呢 还是去上课 商业经测 上课供修 痛到最后一天呢 的的确确 我已经痛得受不了 因为太痛了 睡觉的时候呢 床上都流出浓血 然后我的枕头是每天都要换的 那个床单 最后呢 我有一天痛到实在不行了 我上完供修课呢 我学生就把我送到台大的加护病房了 Emergency Department 因为我已经痛到 我脑筋不太清楚 我说好 我去看医生 结果呢 医生跟我说 师父啊 你还好来 你再过三天啊 这细菌从这边进入你的头颈 变脑膜炎 你就阿弥陀佛啦 那时候我才觉得很可怕 那说穿了也是我的业啊 而且我做了一个噩梦啊 那就是我过去的业嘛 那个在梦中的时候 我会念佛菩萨的名号 对不对 我梦到一个大的黑色的蝎子 这样子 哎呀 掐着我 掐着我 我念 Omany Bami 它就弹出去了 它就消失了 的确 所以在恐怖不安的时候 你会有时候念阿弥陀佛 没关系 有时候你会念六字大明咒 有时候念地藏圣号 没关系 只是在恐惧不安的时候 你得念 后来呢 我继续有治疗了 随后呢 师父就可以说全部都好了 但是我一边开刀 所以我这边还有个八 那你会说 师父你修得这么好 对 我们还是有业 写下来 现在随缘消旧业 更莫造新秧 现在还啊 比你生病的时候还还好 现在还比你往生断气的时间还还好 为什么 因为生病跟往生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你不一定有这个力量 所以平常不要造恶业 多造善业 平常多帮助别人 平常呢 多积广大的福德资粮 那你碰到 业力现前像海浪以后 你的心就会很宁静的去面对 你可以仰仗佛力的加持 所以你不要认为 不提道上一切都会很顺利 也会有考验与磨练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悟三 圆满佛形事业 而彼见我 就彼见我 我这里的我 就是地藏王菩萨 进入一切佛所行的禅定当中 于是对我地藏菩萨 就生起广大的欢喜 起敬信心 对三宝生起最殊胜 而且欢喜的清净信心 尊重恭敬 得未曾有 请把于三宝中 尊重恭敬 请画起来 这里面呢 我又要多说几句了 这几年我收到了好几封 单独写给我的信 不能说叫黑寒 不过我觉得 或许我应该公开解释一下 跟道歉 有很多连友很喜欢听我的经 师父很感谢 谢谢你们粉丝 跟着到处跑 但是我发现有些连友 因为我们来的连友 是撑之不起 有些前面我讲过 后面呢 他没参加 有些是后面才出现 前面没听到 所以师父才发愿 用DVD来帮助你 所有每一个演讲的地方 我都请求他们 慈悲的全程录影 这动员了很多的人力跟财力 希望你可以回家复习 可是我发现呢 有几位呢 给我写信抱怨 说新红法师的弟子 非常骄傲 听了佛法 都拿去挑战别人 这一点我听了很难过 甚至呢 新红法师的弟子 听了佛法很好 就来寺庙共修的时候呢 就来指责出家众 这个我要公开道歉 这不是我的意思 我没有这个恶念 当然 每一个出家众 都有他的修行 不管南传 北传 或藏传 只要你 依法 如法如律 献了出家相 在家居士呢 就应该恭敬 这里 我要分好几层墙 专心听好 因为这段经文有讲到 师父也想多说几句 第一个 出家众 人家不恭敬你 自己也要反省 你的行为 为什么让人家不恭敬 我举个不要生气的话 新加坡的法师 都喜欢被人家服侍 都开啊 我听过啊 哎呀莲友啊 你家有BMW啊 很久没开来啦 开开来来接师父啊 让你车子也坐一坐功德吧 讲这样话的出家众 其实你要忏悔 你太傲慢 太享受了 我是喜欢做MRT的 MRT跑比较快啊 没有红绿灯啊 当然我没有批评 其他的法师 只是我要告诉你 出家众被人家批评 你先要忏悔 你自己的行为 一定是按照 没有按照经论 第二个出家人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有些出家人就很享受 有些输家师父 甚至呢 不是丝绸的衣服 他不穿的 那你想做一个在家居 是怎么会对你 生起恭敬心呢 所以第一层 作为圣宝 自己要忏悔 反省自己的行为 假如你做得很谦卑 又如理如法 人家讲你 那你要修忍辱 作为一个在家居士 看到了三宝的形象 就要理尽 所以这个信里面 竟然跟我说 新宏法师教出来的学生 很恭敬佛宝 不禁恭敬法宝 也不恭敬僧宝 哎呀 我听得很难过 好像一根针一样 刺到我的心 所谓恭敬法宝呢 佛宝是什么 哇 你看他讲观音法门多殊胜 大家都念 他现在讲地藏法门 非常的殊胜 大家都念地藏菩萨 所以变成 好像佛弟子呢 只听恭敬佛宝 相信佛菩萨 法宝呢 乱乱丢 所以我讲过 所以我讲过 流通我的法宝 请你流通讲义 不然我会不高兴的 对不对 现在给你的讲义 不管英文中文 老婆让你看不懂 那是法呀 皈依三宝 不是说自皈依法 永不皈依外道剪辑咯 第三个 顾医生 注意听 只要他剃了头 不管他修得好 或修了不好 你都应该理尽他 你不要去说出家人的过失 除非有一种状况是 你跟着师父真的很好 出了家 并不代表他就是圣人 不一定代表他做的都对 可是作为在家居士 要有礼敬的心 因为他比你有勇气 剃了光头 你没有勇气剃头 第二个 出了家 好好修情人 常修清净范行 光清净范恨的功德 就大过于你 你都还有老婆跟老公的 你就值得跟师父顶礼 至于他有学问 没有学问 修得好 修得不好 会奖金 不会奖金 你不要干涉太多 假如你是在家居士 做这个佛堂的所谓的干部 师父若做的不是很正确的时候 私底下不可以公开 私底下跪着 然后问说 师父你这样做 你要想一想 我们很爱心你 对不对 你现在这样做 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你用真心去欠师父 师父也会真心你 把你当成好的同参道友 他会想一想 而不是像 这次我去JB弘法 也也是这样 出家跟出家之间 明争暗斗 甚至这个师父A 看到师父B 他法缘很好 师父不出面 叫他的信徒写黑函给佛教会 这些都是中堕地狱的恩 我得公开讲清楚 所以你对佛法身三宝都要恭敬 看到这位出家师父 不管他修得好修得不好 你都应该合掌 就算你过去是书家人 你修得很好 你这辈子会赶金灿 你也会做佛事 你也可以办教育 你也可以办夏令营 谦卑一点 你还是不是森宝 什么叫森宝 是森不一定是宝 森他必须要依佛修 戒定会而升起功德 有大悲心教化这一块国土的众生 有大悲心大愿力 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比方说公开我赞叹 新加坡有很多伟大的长老 第一个眼陪老和尚 还有光明山的那位 红传长老 对 还有菩提格的松年长老 这些长老大的都是很了不起 为法 为教 他自己都是省吃俭用的 都为了利益众生 不疲不厌 今天新加坡佛教 才有这样的局面 我们才有好的环境 这样学习佛法 请南传 北传 藏传的善知识来诵经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所以你就看不起 当地新加坡的法师 不可以 这一点我要公开讲清楚 不然我下次会吓你们 我就永远不来新加坡了 你们上网听吧 See you in the dream 梦中见 因为你拿我的佛法 去挑战别人 你是最大不尽的 好 现在再回来 除非你看到的这位出家众 是破戒的或邪见的 你也不要跟他变 举一个例子 我不客气地说 像新加坡给浪也有卢顺燕 他也念 问题是卢顺燕 根本不是佛法 那是外道 他也不是生修真正的秘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看到 新加坡的很多人 不喜欢金刚称 第一个就跟我讲卢顺燕 我说 哎呀 阿弥陀佛 可见你对于什么叫金刚称 什么叫不是金刚称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佛弟子里 我再讲一遍 你有缘 跟师父学佛法 我非常欢喜 但不要拿我讲的佛法 回去就挑战出家众说 你不懂经论 你修得很差 错 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 除非他是不如法 破戒 违反法律的 那你也不用去批评他 为什么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因果 出家人修得好 将来一直出家 久读登天 这是中国成语说的 其实这个不在藏经 这是中国的辟喻 修得不好 地狱万岁万岁万万岁 油锅会留一个给他 不用你管 你要管的是自己的心 所以假如这个师父 或这个道场是如理如法的 那你就护持 那个不如理不如法的 你就默病 不要讲话 听好 我再讲一遍 末法时代 不但全世界是M型社会 佛门里面你会看到 好的出家众 非常非常的好 是不是随便念几个吗 实际功德会不好吗 法古山不好吗 对不对 正言法师 圣言师父 都用尽的生命 在利益全世界 东南亚的佛教徒 乃至于像新云大师 佛光山 也利益全球 你对他不同意 没有关系 每个道场有风格 问题他是佛的 大乘佛法的正法 他不是邪门外道 对不对 所以对于正法 三宝你要恭敬 还有人更喜欢跟我顶嘴 师父 我三宝里面要加第四宝 居士宝 没有这个话的 你会堕地狱的 居士就是居士 没有资格做宝 你可以居士行菩萨道 注意听 注意听 就算观世音菩萨 现一个在家女居士生 他看到三宝 一定会等理的 他理尽的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佛著的佛法身 常住三宝的形象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是没有傲慢心的 对不对 所以 我讲太多了 我只点到为止 我希望各位 真正的学佛法 不要 佛法是要求自己 而不是去要求别人 假如你听了佛经所讲的法 然后你自己抉择 亲近一个善知识 一个道场 你也要学佛法 假如他所说的 跟所做的不一样 你可以保持冷静 选择离开 没有关系 但不要去诽谤 你要去感恩 起码他教过你佛法 对不对 所以不要拿我的佛法 去挑战其他的法师 我再讲一遍 这是我真的很seriously 请看这里 经文 所以 所有的众生 对三宝会生 殊胜恭敬心 所以恭敬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于一切恶 惭愧发露 身心悔过 第一个 你有恭敬心 就会知道 其实在轮回里面 你还没有中阿罗汉果之前 其实你也很丑陋 没有中过之前 谁也不要丑笑谁 谁在轮回里面 都当过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重点是 你知道自己错 惭愧发露 身心悔过 而且还发誓愿 永远断除这个恶缘 由于你忏悔的功德 发愿的功德 一刹那之间 无量无数的诸 烦恼障 业障 法障 就像冰山一样会融化的 我先讲经文 待会给你看图片 于是 接下来 好 先看幻灯片 我分了三段 第一 对三宝要有 恭敬尊 尊重恭敬心 第二个 忏悔跟发愿心 接下来 第三段 无量无数的福德资粮 你就会圆满 你会积很多的福德 智慧的资粮 慢慢慢慢你 掺除业障 居居福德资粮 修福修慧 慢慢你就会知道 生死轮回 其实是很可怕的 你就会背离生死 就是真正想从 生死当中得到解脱 你觉得轮回 真的很苦 很苦 很苦 接下来 你会发不提心 学佛法 去向于无上的涅槃 甚至 护持如来 无上的正法 所以护持如来 无上的正法 是在家 诸家 都得一起努力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前一段讲过 天龙八部 在佛在世的时候 都听过佛讲经的 所以比如说 佛灭度有些人讲 两千六百多年 两千六百多年 对于一个大凡天王 大凡天王说命 非常的长 无量寿 两千六百年 对他来讲 只是几秒钟而已 既然大凡天王 帝是天 魏陀菩萨 齐兰菩萨 天龙八部 他都听过佛讲经的 所以他知道 你做的 有没有如理如法 还有 天龙八部 看我们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 他有神通 也可以看到你 过去 现在与未来 所以老实说 你不要觉得 佛门里面很好骗 你最不能骗的是 你自己的 因果报应 很多佛弟子 嘴巴讲 佛法归佛法 其实最不怕因果 为什么 佛祖都没看 其实佛祖都没看 其实佛陀 眼睛看过去 现在未来 待会下面一段讲 佛眼观 三千大千世界 跟无量阿僧奇迹 所以你自己骗别人 不要说谎 做一个佛教徒了 应该还要真诚 不要这样表里不如一 所以人都不是圣贤 人做错了 跟别人道歉 这并不丢脸 人假如做错了 不道歉 还要指责别人 还要说法 那叫罪上加罪 那你怎么样 跟地藏菩萨忏悔 地藏菩萨 你看这小子又来了 过去世也是这样忏 现在还是这样忏 未来还是老样子的 地藏菩萨 不会满你的愿的 他会让你吃苦 让你病 病到最后一刹那 已经不行了 地藏菩萨才来救你的 他得让你吃苦 你才会真正认错 后面我待会会讲故事 给各位听 请看 恭敬 于三宝中 恭敬 尊重恭敬 三宝是一个形象 目的看到佛法身三宝 对不对 你来到大殿 见到释迦摩尼佛 虽然是泰国汉白玉雕的 或是木雕的 为你顶礼 顶礼什么 不利子不是顶礼一个木头 而是顶礼释迦摩尼佛多生多结 大悲愿力修的功德力 你今天很虔诚的顶礼是说我要向佛陀学习 不然你要拜柱子 那我问你 你想想看 新加坡有两个榴莲 对不对 体育馆 你对那个榴莲拜会有功德吗 不会 因为那个不是圣者 可是你今天对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或佛的这个佛像 你虔诚的顶礼 为什么会升起功德 因为功德是从你恭敬心求 所以阴光大师说 学佛从哪里求 恭敬心求 一分恭敬得一分的受用 二分的恭敬得到二分的利益 三分的十分的恭敬得到十分的利益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又来了 刚才说过 剃头出家的师父 不一定一剃头就是圣人 所以在家出家 最好保持一个距离一点的 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你看到师父很庄严 慢慢护持了师父 后来发现 这师父臭袜子也是满满丢的 衣服也不洗的 有味道的 师父房间也很乱 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恭敬心 失去恭敬心的时候 你恶念就升起 就是看 看什么 看师父的过失 不好 所以在家出家 还是有一个距离 有个距离不是不平等 而是在家出家 有个距离 保持它 给你对三宝的恭敬心 所以没事 不要跟我要我手机的电话 我不会给你的 你要我电话干什么 我有email给你啊 问佛法就可以啊 这是我25年来的武功秘籍之一啊 没事 你要我的电话干什么 我又不是你老婆 也不是你老公 也不是你男朋友 更不是你的家人 我是你的师父 你是来跟我学佛法的 所以恭敬心很重要 再说一下 在大乘经论里面曾经说 注意听 师徒之间相处要有智慧 靠太近了 师父有时候像智慧的火把 像文出师利菩萨的剑 有没有 上面有智慧之火 作为弟子 要有恭敬心 靠太近了 会被火烧死啊 离太远啊 会被冻死啊 所以刚刚好才好 这是佛陀说的 注意听 我教你这句话 不是教你 是告诉你说 你自己靠太近了 你会失去你的恭敬心 所以你对善知识 应该什么 请问佛法 除了佛法之外 其他世俗的事情少谈 谈那么多 做什么呢 善心杂话 第二 也不能离开善知识太远 太远 你就没办法听闻佛法 不过现在还好了 有网站跟DVD嘛 对不对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问题 是私人问题的时候 你的确要去亲近一个 你能够相信 又能够指导你的师父 但是你要从恭敬心当中求 你有恭敬心 你就会感得诸佛菩萨千百亿化身来帮你 你若没有恭敬心 那有时候善知识跟恶知识呢 你是分不清的 再看泰国事 所以大家叫过泰国合长 泰国的合长 他合长叫Sawadika 对不对 你搭泰国航空公司 他就会讲Sawadika 表示恭敬 很好 现在我们台湾也流行 不握手了 为什么呢 细菌太多 所以我们台湾看到你 恭喜恭喜恭喜 文化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泰国人看到你 一定是合长 为什么 泰国是南传佛教的国家 泰国佛教是国教 虽然最近曼谷也发生了 很多政治不愉快的事 不过泰国的人本身心地 大部分都学佛的多 再来你看 日本人也合长 不过日本人这张照片 他称心很重啊 他是表面合长 心里不合长 像游新生吗 你看嘛 日本人对人也很礼敬 甚至呢 九十度的鞠躬 没错 日本人也会合长 很不幸最近日本发生了灾难 但是日本呢 佛教徒里面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 对不对 日本很有武士道的精神 从世间来讲是很好 不过从佛法来讲 称心很重 你看这张照片 对不对 他虽然对你合长 你看他眼睛这样瞪着你的 接下来再看 我们吃饭前也要合长与供养 做什么 供养诸佛与众生 佛教跟基督教天主教不一样 基督教天主教说 感谢上帝赐给我食物 其实上帝并没有食物给你 从佛法的角度的 食物是你自己去努力的 当然上帝可能会给你一些好的缘 没有错 可是今天煮一专饭 对不对 不是上帝派一个天使来帮你煮饭的 而是你自己去煮饭 所以煮完饭之前 为什么佛教徒要合长 注意听 他要供养一切的诸佛 供养一切佛 供养一切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念 供养一切佛 供养一切法 供养一切身 供养一切众生 所以上要供诸佛 下要布施一切众生 你就念念 生起这个愿心 这个详细讲在 普贤十大愿里面 所以合长 吃饭前要合长与供养 是由你心去供养的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买到最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先供佛 这是他念念转化你的心 而生起功德的善巧方便 接下来你看 佛法从哪里攻进中求 你看左巧 左手边 对不对 一个小朋友佛学般画的图片 他供养阿弥陀佛 师父 然后小朋友 男生 女生 最后小猫也会跟着合长 对不对 佛法是从恭敬中求的 你没有恭敬心的话 古来的高僧大德 为了求法 都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的 各位听过 二祖站在雪地里 断臂求法 对达摩祖师求法 挺好 我没有叫你断我手臂给我 我不是这个 我只是讲故事而已 我觉得新加坡有些人 有时候少一根筋 有时候多一根筋 他听佛法不知道怎么听 他的意思我们要学他 求法是要用生命跟恭敬心求了 而不是像有些连友 在家居室 护法 护过头 师父我要打个电话 东西送过来 有时候讲话都失去了 自己的恭敬心 对方是师父 你可以婉转说 师父 你方便来吗 你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麻烦你帮我带个东西来 我会很感恩你的 讲话也有智慧 师父具有普贤十大 任何一个法师 修普贤十大院 都会帮助众生 现在又讲到 恒顺众生院 又来了 很多人 常把恒顺众生院 弄错了地方 师父 你要慈悲 恒顺众生 你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叫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是 众生做对的时候 为了要让他生欢喜心 我顺着他 而不是说 你用恒顺众生 这个来 来强迫别人 要满你的愿望 也有很多怜友 很没有礼貌 师父 你也要从台湾来 帮我带过来 你满我众生的愿吧 我好像DHL 你知道我每次来的时候 大包小包 像千手观音一样 带你们的节缘品 带你的书 我会讲你自己不会去买 有些恒顺众 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我都觉得 你连做一个人 都是不圆满 你还说要成佛呢 当然你可以婉转地问我 你不懂 你可以问我 你不要什么东西 丢给师父 师父你帮我做 满我们众生的愿 那请问 你满过谁的愿呢 新加坡人脸 真的有点皮 要修理 学佛法 不要乱乱用 你要听懂 恒顺众生 是菩萨道来讲 为了要让他 在佛法里申请 虔诚的恭敬心 所以恒顺你 是要让你生欢喜心 所以各位联友 不用破费 特别买什么东西给我 师父都不缺 你给我的时候 我不拿 你还不高兴 那我知道 下下地拿 第二天我就不失了 那何必呢 所以有一个联友 不要生气 今天我第一天来 你就要送我 牙膏跟毛巾 而且你选的时候 选错了 那时候我已经赶来 我很累 我要电脑测试 你送我牙膏跟毛巾 很好 问题师父不缺 你为什么不去拿去 救育幼院 养老院或老人院呢 他们可能比我更需要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时候呢 你要师父 师父你要慈悲 给我种福田 天哪 我又不是开杂货店的 恒顺众生愿 满众生愿 不要乱乱用 恒顺众生 跟满众生愿 是你要跟法相应 那才值得去帮助你 所以请看 换灯片 佛法应存 恭敬中求 这个很重要 对三宝要有礼敬 所以接下来你看 现在华人士呢 最流行的是什么 合掌的香炉 目的是什么 对一切的众生 都要修礼敬诸佛 这是华人开发 现在最流行的香炉 当然很好 可是呢 你要懂他真正的用意 好 接下来再看 物四 助安隐得无畏 善男子 请看经文 三十五页 第十七行 善男子 我 地藏菩萨 跟十方诸佛 都成就 第六佛轮 由此轮固 如来 在三千大千世界 可以游戏神通自在 然后呢 他有圣身的禅定 从烦恼中得到解脱 而且对于 世出世间一切的法 都得到身心等持等 无量无边的功德 乃至于 无量百千为妙的禅定 以清静的智慧 随转 这里叫转 转一切的境界 转烦恼 灭诸无量有情 他无量无边的烦恼 所以地藏菩萨 就特别有这样的 广大功德 甚至地藏菩萨 走到哪里 随一切的众生 只要能够在佛法上 能够帮助他 他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所以众生得到 诸佛菩萨 有行跟无行的帮忙 与加持 心就可以得到安稳 没有各种的恐惧 不安 走到哪里 走到做大无畏 所以我昨天跟前天说过 假如你觉得自己跟家人 常常恐惧不安 请你念观音菩萨 六字大名咒 或念地藏王菩萨圣号 这就会除去你很多 让你恐惧不安的恶业 接下来请看经文 自称我处大仙尊位 转于佛伦 吹拂天魔外道邪论 处大众中 大无畏 作诗和诗侯 讲经说法 度无量众生 这个经文重复 这个并不难懂 请看下面 地藏菩萨 好 这个是木雕式的 日本平安时代的国宝 日本跟韩国 从唐朝的时候 学到中国大乘的佛法 那因为历史的因素 其实我们中国 因为文化大革命 跟很多历史兵荒马乱 很多的寺庙文物都摧毁了 日本这个国家很特别 它有很多的优点 其中一个 它对佛教的文物 非常的保存